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节目和大家分享他们的美术馆参访经验 以及分享他们对于新美术馆的期待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陈志成校长上节目 和我们一起来想象未来美术馆 陈校长是国立巴黎大学的美学技术和艺术创造博士 也曾经担任台湾驻巴黎台北文化中心主任多年 是中法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推手 他更曾获班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以及歧视的薰味 那回到台湾之后 陈校长不仅是带领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再创新游的掌握者 那他对于艺术美学 文化政策 艺术策展 以至于国际交流都有非常深厚的累积和涉猎 而他本人也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创作者 即这样多重的角色于一身 相信陈校长对于新兴的艺文机构 或者新兴的艺术场馆会有不同的创新思考的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能够请校长到节目来 和观众朋友介绍他所心仪的美术馆和展览 并且分享他对于台湾新美术馆的期待和建议 接下来我就将时间先交给陈校长 谢谢赖馆长 赖执行长 让我有这个机会 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验 那关于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旁壁度中心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就是旁壁度中心 各位看到有蓝色黄色黄色还有绿色 为什么要这些管线 为什么要建筑的结构体外露 这个我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因为国内其实比较少人知道这个缘由 因为创立这个旁壁度中心之后 我们的第一任艺术馆的馆长 Bondus Jureden 刚好是我创作博士班创校 跟我们的老师兼校长 那巴里市政府跟文化部就委托他 想要成立一个专门培养更高阶的艺术家 所以创立这个学校 创立的过程跟在这所学校 我们就透过他 他邀请了当时候的旁壁度总统的夫人 邀请到了当时候盖这栋美术馆的 Handsl Piano 还来担任我们有一学期的这个课程 因为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基本上座坛式的这种上课方式 几乎是常态 那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座坛 我们了解当时候是因为这个基地 是相对巴黎比较不是那么友善的区域 因为在旁壁度总统的广场的前两条街 比较大的那一条马路 其实那边是一条信秀的街 那前面就是全巴黎最大的那个市场 巴黎的都发局 他就想要改变整个城市 那所以就在这边有了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当时候规划 其实只给三四十万人 这边叫雷阿尔 雷阿尔是全巴黎在交通网络 这里的地下是最多产最复杂 全部的大概我们国内叫做捷运 或是三四站才停一站的RER 或是火车 或是新型态的全部大部分的 大概都会经过这里 所以他概要做比较轻盈的 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各位看到 旁壁度中心有一个先设条件 大概是造成 或是让这个创意 能够让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旁壁度中心 那第二个旁壁度中心 本来我刚刚提到了 就当时候课堂上 那个Henton Piano 跟旁壁度总统夫人 他们其实提到当时候 都是三四十万人的一个考量 不是一所特别大型的 尤其我们要试想 它是在二次大战之后 隔了二三十年 那个时候 1977年 大家对当代艺术 其实除了巴黎以外 法国对当代艺术 还是陌生的 所以他们就开始 希望能够兴建 这一座旁壁度中心 那在之前 他们为了推广 艺术到全国 所以他们就广设文化中心 所以文化中心 它不是一个美术馆 也不是一座单纯只是剧院 它是把各类型的艺术 集中在一起 然后其实它还有很重要 就是有馆场 除了计划 除了内容 除了馆场 还有当然要有文化管理 文化治理 文化行政 所以最早的一座 其实在阿米亚 如果各位有去阿米亚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文化中心 这个艺术之家 它里面馆场 它里面的策展机制 它里面的各类型的艺术 其实都是相对完备 其实这个也是所以 帕密度中心 我们应该说很成功 没错 因为它现在已经到达 600万的参观人次 那在大概2000年出头 那时候还关馆了一年 为了重新把这个馆 能够整建 补强 让这么多百万的人 可以来参观 那各位看到了这个颜色 大概就是它的里面 其实建筑的相关的 空气、水、电、安全措施 大概就用颜色来做分类 帕密度中心 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它的名称 它其实是艺术的国立中心 跟文化的国立中心 那帕密度是因为这个计划的构想 是由当时候 1969年当选的帕密度总统 所提出来的 那我相信各位 如果稍微关心法国的人都知道 所有想要当上法国总统 或是他在担任法国总统期间 他们大概都会有一些 重要的艺文机构的构想 跟确实落实 他的这个证件的支票 那所以帕密度中心 就是帕密度总统 他的构想 跟他落实的这个政策 我相信各位也清楚 奥塞美术馆就是基斯卡总统 后来的密特朗总统 有着更多数不尽的 有关于文化方面的建设 那所以法国能够成为 全世界在文创方面 属一属二的国家 确实有他长期以来 在文化政策上面的优越性 那今天我们聚焦来谈 因为他是属于一个 国立的艺术的中心 也是文化的中心 其实这个某种情况 也是在戴高乐总统 他在那个二次大战 那法国胜利之后 组了第三次的政府 才成功的来进行他的那个执政 那其中他任命 第一位最终的部长 我相信在国内一定很难想象 其实就是文化部长 文化部长他叫做马勒猴 我们国内翻成马勒猴 我们驻巴黎 在法国代表处 巴黎的这个台湾文化中心 我们一直都有保持 跟法国最高的学术殿堂 法兰西学院 有进行一个叫做马勒猴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文化奖 还有双方进行很重要的这个学术研讨 跟他们很多院士 都会来我们台湾进行访问 为什么会提到马勒猴 因为我有跟赖管长报告 就是国内到现在 其实都还没有确实的 对这个马勒猴 当时候提出文化中心这个概念 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巴黎的中心某种情况 也是这种文化中心的范畴 很重要的一个 落实的一个政策跟方案 巴黎的中心 它其实不是只有艺术美术馆 它其实里面还有 只要是要研究 有关于艺术方面的 它里面有一个很棒的 艺术方面的图书馆 当然也有其他类型的 书籍的一个图书馆 非常自由非常开放 所有的报章杂志 媒体影视平台 全部你都可以在这个图书馆里面 有足够充分的这个资讯 可以去做搜寻 各位看到这是它 所谓典藏的部分的尾端 按照时间顺序是 马蒂斯·比卡索 一直来到六零年代左右的 尤其大概那个年代 大概美国的艺术家 算占据一个蛮重要的位置 那现在各位看到的左手边 就是Andy Warhol 那其他当然还有 还有1933年 古根汉美术馆成立 那他就办了两次 最重要的那个抽象 抒情或是表现主义 而且他们大力支持 所以让美国有了一个很棒的机会 成为全世界很重要的 艺术的这个翘楚中心 那所以后来 大致上这方面的作品也不少 比如说Stella Newman 大概这时期就有很多中文作品 如果我们有来到了 典藏的这个空间 我们马上就可以 从这个现代主义 一直走到当代艺术 那整个世界的这个所有作品 集中在旁边的中心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整个艺术史的这个脉络 香肠 现在国内应该有更多人认识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 它叫EARGAN 就是有关于音乐 但是为了我们要研究它 所以在音声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叫声响 所以有一个音乐与声响的这个研究中心 里面很神奇的 里面如果我们想要一个身体 在聆听声响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科学的计算 那它的喇叭 会因为这个科学的计算 会去成型 那它的喇叭声音的走向 墙壁也可以有变动 让整个声音 跟我们的身体几乎完全是融合的 以至于现在我们 我们也有所谓360度沉浸式的 那种声音的一个环境 这个是EARGAN 那EARGAN 其实它曾经也招揽过我 去跟它们合作 我曾经参加过巴黎的一个科技双联展 我参加的那一届 包括像Jeffrey Show 等等这些科技艺术家 那他们都会去参观展览 然后去寻找这个合作的对象 那它里面主要有三类型的重要的成员 一位是比较倾向于有艺术素雅 但是是工程背景的工程师 那另外一类当然就是像我们 他去找到了合作的对象 那其实就是要有行政上的这个协调顶脉 能够让这个计划好的进行 那说到这个EARGAN 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 我相信只要对古典音乐 或是作曲 稍微有关系的人都知道 是由Pierre Blaise 布雷兹 他所创立的这个EARGAN 所以这个机构 其实在法国 或在整个欧洲 蛮重要的 那很高兴就是 台湾也有机会 能够跟EARGAN来合作 其实在艺术界的人都很有感觉 我们刚刚有稍微做了说明 所以各位很清楚了 Pamito中心 它就是一个复合性能 它其实不是多元就分裂 它其实是建构在一起的 那最后一项是布朗库西的工作室 各位一定很难想象 Pamito的收藏 是把Pamito的工作室 整个收藏 整个建置在 那个Pamito中心的 如果面对Pamito中心 建置在它的右侧 其实不止这样 如果各位知道 1926年的超现实主义的领导人 布列东 他会把Pamito的书房 他书桌后面 整面墙收集下来 我这里要说明就是说 在Pamito中心已经把一件作品 视作像八号师的一个样态 八号师的建筑 然后里面有各类各式的作品产品 那他把它给收集起来 各位看到就是他整个工作室 他们尽可能的清干净之后的布朗库西原貌的工作室 那各位可以看得清楚就是 他几乎是现代主义阶段 大概无可取代的一位重要的雕塑家 不外乎因为时间关系 大概就是简化 但是这个简化 我们艺术家身体的参与 已经跟以前在处理艺术作品有所不同 那这个简化可能不再是布朗库西 那个时候的局部化 或是那个时候的写生的写实 在那个罗丹之前 即使是不能写生 因为艺术家不能够去太表现自己 得要符合皇宫贵族的那个美感 那他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这个问题 完全是可以是造型的问题 所以各位看到有很多属于造型的问题 所以现在主义不外乎 就是造型变成主要课题 还有简化 试图去找到艺术作品的一种纯粹性 这个大概是各位看到作品 跟他的一系列的作品 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另外他在这个阶段 大概在30年代 他自己拍了很多 经过简化的雕塑作品 像元素化的这样的作品 然后他去做安置 所以我们常说所谓装置艺术 即使布朗库西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有关于展览的部分 波东斯基在2019年 他就有一个很大型的 这个旁地物中心的回顾展 旁地物中心的六楼 他是专门给大概六七十岁 已经有议坛上很重要分量的人 然后就在这个区块帮他们办个展 那各位看到了像现在这件作品 如果比较早的我都有曾经帮忙过 他是一些铁箱子 铁盒子 那我们需要去做袖石的处理 这个作品主要是针对瑞士人 很多人都会说 因为Kishon Kodonski的爸爸是犹太人 然后妈妈是法国科系家导人 那那个纳粹期间 他爸爸也被一些隔间 让他躲在家里面 然后他爸爸跟妈妈要办假离婚 以保护他们诸如此类的 那大家都会说 他都在处理那个犹太人 被纳粹的这个共同记忆 那所以他有时候会做瑞士人 他去一些资料馆 找到一些去世的人 然后把这些剪下来 放到这个盒子里面 然后组成这种纪念碑式的这个塔 我这边要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就是这是那个比利时 现在还有一个矿坑的地方 有盖了一栋 现在是文资的这个重要的建筑 那他就从这个矿坑 去收集很多衣服 把它堆积成这个山 那旁边那个当然也是他的作品 给各位大致上参考一下 那我要跟各位说明就是 如果我们对这个艺术脉络稍微了解的 就是旁边都中心 它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它的不容易就是 其实有关于建筑设计 也都含瓜在里面 所以这样的介绍 各位可能慢慢会比较理解 为什么它叫博力的艺术跟文化的一个中心 当然回归到今天赖馆长 跟我们谈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 对于台湾的 现在我们也有第二波 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棒 就是有时候一个是文明 或是艺术的形态的进展 它应该要一波一波 我们就需要有做适度的创新 适度的做调整 适度的能够让我们的艺术文化 因应时代有一个新的进展 那我们既然要兴建第二波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兴建第二波 那这个当然就是关键 因为尤其现在北美馆要扩建 那更重要 我们还有一个新北市的美术馆 而且我曾经跟文化局长 有谈过这个事 我知道我们的新北市的美术馆 还会有在周边有一些建筑群 那各位应该都很清楚 我们新北市29个区 几乎揽了全国所有的地形地貌 几乎也是台湾地形地貌 甚至人文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集散地 或许我们可以称它叫做 人文风景的一个收容的一个集散地 那如果我们的美术馆可以是 很适切地来彰显这样的美术馆的风景 我觉得或许真的会是我们说的越在地 但是越在地不能不国际 越在地要越国际 因为艺术它得需要越没边界 越没国界 越是很多很多世界各地来的交流 那这个美术馆的这个第二波的力量 它就会更彰显 很谢谢校长刚刚从介绍旁壁度开始 因为的确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人都 旁壁度一定就是大家必定要学习 因为它在70年代 其实它提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 那就像校长刚刚去提到 它不只是一个所谓的传统的美术馆 它其实也集合了这种不同领域的一种 应该是比较整体的文化的这样子的一种集合地 其实他们从场馆的建筑到营运的视野 还有对于这个当代艺术发展的想象 其实真的都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其他艺术机构 那那种超越就像您刚刚所说 它是重视多元 它拥抱差异 我觉得拥抱差异 其实是他们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还有很重要就是面向未来 这种未来性 所以在那个70年代 他们就已经积极地去松动科学领域 不同的学科 不同的领域 和这个不同世代的这个界线 那这个他们的定位也不是一个 传统的一种知识的盛典 这样子的很严肃的美术馆 而它定位自身作为一个交流和讨论的场所 或者说我们所谓的知识和创意的平台 一个对话平台 虽然它是70年代末的一个创馆 可是这样子的一种方向 其实到现在我们来看 对于未来的新美术馆的发展 未来新的艺术发展 其实都是一个很很棒的参考 所以我觉得很谢谢那个下长有谈到 因为的确这个就是一个政府的文化政策的落实 它从构想到实践 但在旁边度这个部分 其实我很想就是趁盛追击 再跟下长谈一下 说您刚刚有谈到就是说在台湾这个 在新的美术馆的这一波 其实第二波其实要处理的 就是跟当初的这个北中南三大馆 那个是不太一样的课题 因为它会面对的这个群众 是更多元的群众 更在地的群众 那就像您刚刚说新的美术馆 它虽然立足于这个在地 但是我们的起身 就是这个起事 起手势一定就是国际的 就像您刚刚说 越在地怎么样到国际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 怎么样跟民众沟通 其实是重要的 一个校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您看到 或者您观察到在旁边度这个中心 他们下面有很多机构 比如说您刚刚说这个ECAM ECAM其实他们很多人说 它是这个深不可测的一个 一个关于音乐和声响 过去跟他们的合作 也发现他们也是好几鬼同时在并写 他们也非常重视一般民众 对于这个声响艺术 或者声响这个技术的了解 您觉得他们有没有什么 比较特别的做法 能够带动民众 能够走进看起来很困难 尖色的当代艺术 首先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课里面的一些座谈 校长提到跟当时候的文化部长 那个时候其实规划的旁边度中心 是二次大战以后的这个时段 如果我们清除法国的美术馆 1875年以前是在卢浮宫 那以后到一次大战是在奥山美术馆 那旁边度中心是二次大战以后 那如果是21世纪 主要在东京宫 大致上他们的馆 有一个很清楚的 这个时代性的一个位阶 但是这位校长老师他就提到不行 一定要把比卡索马蒂斯之后的馆藏 移到旁边度中心来 大众参与我们一定先要有内容 而且艺术其实它不是只有传道受业解惑 它其实需要透过策展呈现 然后让观众的身体 让观众的感知的认识跟理解 它其实要全体在面对艺术作品 去开启这样的体悟 所以它有所不同 那第二个在空间的部分 空间的部分 刚刚我们已经有说明了 如果是要重视声音的 就有越感 如果是要重视认识论理解的 知识体系的 就旁边度里面的这个图书馆 那如果是广场 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 那其实一进去 也基本上是一个广场的一个形态 那整个地下也几乎是一个广场的形态 那所以旁边度中心一进去 跟到整个地下 几乎这个区块是开放的 所以刚刚馆长也看到了 旁边度中心当初规划 也有一个很重要 因为它在一个 幅地不算大的广场 那周边都是满满的这个住户 那所以它必得要开放出 一定的公共参与 而且公共参与 变成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当然这个是它的广场 广场主要是因为新兴的 尤其是在二次战子战以后的这个时段 艺术对大家普遍还陌生的时候 70年代末期建制完成的旁边度中心 那那个时候成功的条件 就必得要先让观众能够进来 能够有认识 然后才可以开始进行它 二次大战以后 作为它管展览主要的呈现 那这个阶段性任务 如果没有在这个时代 没有在这个空间的区画 做一个好的部署 那当然它就比较不容易成功 那所以我觉得旁边度中心 主要也是因为 当时候的文化部长愿意把现在价值不到多少兆的这个作品 然后整个移到这个旁边度中心 那才有可能达成今天旁边度中心 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当代艺术的一个基地 至于夜港 其实我也跟在馆长提到就是 我们的新北美术馆 跟台一大 台一大也有会规模比较小的美术馆 那其实它就可以扮演 类似像夜港 它可以双轨 一轨就是我一样在进行我原来美术馆的工作 可是每一个美术馆 其实它的位阶 也要充分的 要务实的 要能够知道它的know how 它的人才 它的打小规模 因为旁边度中心某种情况 也是因为这些条件 也是某种情况在服应 那个八号师 八号师其实当时候1919年 它之所以成立八号师 主要是当时候太多小学院 艺术学院 然后工艺学院 然后艺术应用学院 那太小了 那它很难能够壮大 所以它就用建筑容器 能够让各个学院都能够有它的位阶 然后又可以同时共够在一起 那所以我觉得第二波 我们可以去思考类似这样的问题 因为台湾是一日生活圈 那到底需要一直重复一样形态的美术馆 或是一样形态的美术馆 只不过说 这边是新北市住民 然后那边是台南市住民 到底需不需要这样 因为刚刚赖馆长提了一个 另外非常棒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今天是大众传媒时代 我们如果是在农业时代 那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呈现一件作品 我们白盒子 很棒的灯光 很棒的长展 那工业主义时代 我们开始有重复了 那所以而且量变大 而且交通易战 我们变容易了 所以策展 当然就得要更多的这个开展 那大众传媒时代 加上现在的疫情 其实到底是不是只有科技艺术这个概念 到底要不要把大众传媒 还有大众传媒的生活形态 再跟这个产业链要不要加到新一波的这个美术馆的形态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这个刚刚我的这个回应 说不定是我们这个第二波美术馆就已经需要开始布局了 那我要跟各位说明就是 如果我们对这个艺术脉络稍微了解的 就是旁边都中心 它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它的不容易就是面对了装置艺术 装置艺术大概 大概我们刚刚说的 不只是影像媒体 现在连声响都进来 其实声响是1914年 蔚来派的罗梭罗就开始 透过一些声响装置 做了这个噪音的装置 所以其实也时间非常久了 再加上杜向在1913年就提出了现成物 那后来经由那个Andy Warhol这一代 把现成物又做了非常多元的这个演绎 那所以现在的策展非常不容易 那现在也一定要有策展 否则你已经没办法再像一个画展 一个雕塑展 我只要把它的史观脉络处理好 形式风格 做一个充分的资料 然后整理等等 可是现在非常的复杂 它真的需要有策展人 要花很长时间 要作品的各个元素的这个脉络 然后跟空间关系 所以我刚刚要说就是说 虽然它是复合性的一个中心 可是它各个那个馆 有他们各自的这个专业在进行 当然旁边度中心 整个还是以美术馆作为重中之重 因为不管是预算变列 不管是它的活动内容 不管是人员等等 大概应该都是它规模还是最大 那从我们刚刚看到的 不管是Andy Warhol 不管是Kishon Potonski Kishon Potonski 当然算是Pois跟Andy Warhol 他们的下一代 那这一代 其实他们也不想再做上一代 所以他就重新又回归 有一点点又往Andy Warhol靠 有一点往普普靠 有一点往我个人应该可以叙事 应该可以有情感 只是他也知道这个叙事情感 不是喃喃自语 而是共同记忆 那接下来又不一样 接下来可能就直接处理物理的情感 那接下来的另一代就是差不多到我这个世代 像巴赫诺 像皮尔玉格 他们真的就直挤所谓的虚拟世界 所谓大众传媒的世界 先从拍一个叫做纪录片 但是是虚拟的纪录片 先从一个电影场景 然后他再去拍一个假的 同样是复制 比如说窗外的一景 那慢慢走向 几乎用影像或是用现场造景 去做了一个虚拟的场景 这个就是大概到我这个世代 法国最重要的艺术家 所以在这里 我刚好也提出来跟各位做个说明 就是说新一波的美术馆 我们面对的艺术家 若是在法国可能会像我们这样的世代 我们这个世代可能这样的作品提供给我们 到底将来要做什么 我们美术馆要做什么 就像我刚刚有跟各位做说明 各位思想1970年代 那时候的当代艺术 根本大家还不那么熟悉 那我怎么样能够去规划一个很庞大的机构 所以为什么选址在旁边路中心这个基地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建筑的体积 那那个场地又需要让它变 变整个场地要变好 许多这些问题 确实不容易 要有新一波的美术馆 要有很多我们大家 大家不断的探讨 但是应该我们文化局已经有很好的方案 谢谢陈校长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 尤其他对于1977年所创立的旁边路艺术中心 他从一个国家的这个甚至是总统文化政策开始 怎么去落实 从刚刚所谈到最早的设定是30万到40万的这个人数 到现在已经超越大概每一年有600万的这个观众 那这样子庞大的这个观众量 其实从一路走来 我们看到旁边路中心 他其实一直是走到这个时代的前沿 所以时代的前面 然后我觉得刚刚校长所谈到几个点 其实对未来我们在台湾的所谓的第二波的这个新美术馆的这个风潮中 其实有几个部分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 首先是一种怎么样去应用大众媒体去鼓励民众的参与 尤其现在进入了所谓的数位时代 那我们一直在谈数位转型或者数位建制 一种数位的这个媒体如何去参与 如何去带动更多的这个民众或者公众的参与 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提醒 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美术馆其实可以去思考的 那第二个其实20世纪对于跨领域到21世纪 一定是跨学域 这个部分我们常说跨学科 但是我觉得您今天这个名词跨学域其实是更棒的 更好的一个说法 从跨领域走到跨学域 那再对于一个新的机构的创办 或者它的营运甚至它的规划 怎么样把这样子的概念 从跨领域到跨学域这样的思考带进来 那可能在上个世纪1970年代的庞比杜 对他来讲是去松动不同的领域之间 松动不同的世代 怎么样让更多不同的声音被看到 更多的创作形式被看到 那在21世纪的现在 庞比杜中心已经创立了半个世纪之后 那我们怎么样在当初的他的这样子创办的理想 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那我觉得对未来我们在面对这个新的未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那我觉得还有最后一个我个人深有同感 而且我觉得会努力的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跨机构之间的合作 刚刚您谈到不管是美术馆或者艺术机构 跟学校学院之间 那甚至跟产业之间 那中间的这种跨区域或者跨产业 跨博物馆这样的合作 其实是未来应该发展 所以我们常在说产官学严民 就是说产官学民应该讲产业 这个政府学院还有民间 那这个四个部分怎么样能够策略整合 那我觉得是很棒的 所以今天在非常有限的时间之内 谢谢校长 谢谢校长能够让我们从70年代 他从他的这个理想开始 怎么去建制 甚至到一个美术馆的展览 怎么规划 比如说对于这个 这个已经很成熟的这个艺术家 他们怎么样去规划 他的大型个展 都有一些介绍 甚至校长也让我们知道 你曾经参与了某些作品的一些制作 我觉得是很棒的 好那再一次谢谢陈校长 谢谢 跟我们一起分享 非常开心 而且也学习很多 那我们就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好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赖官长 谢谢 赖资金长 谢谢观众朋友们 谢谢观众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